嗨,我是温 今天就是来还愿这个财发千金大女主妆容 这个妆容的灵感呢是来自于周野的这个妆面 尽量还愿哈 非常适合新年气场全开 粉底呢是用到两个颜色 先用和肤色相近的在外轮廓这一圈点开 然后均匀的拍开 再用比肤色亮一个度的粉底 也在面中的这个三角区域轻轻的铺开 都是用手线铺开之后再用海绵蛋按压 这样能够自然的收窄轮廓 让面中更加的饱满 注意这个妆容呢是画到哪定到哪 会让整个妆面更干净 眉毛的话是用到深棕色 因为要强调气场 所以稍稍的强调一些眉峰的位置 眼影先用这种哑光的偏大地色的大面积 在眼皮上打底 然后混合这两个颜色 在眼尾慢慢晕开 让整个眼妆有一个红棕色的氛围 再用棕色的眼线笔填充内眼线 接着用这个紫红色的眼线笔来拉长外眼线 再来夹个睫毛 一定要夹得很翘哦 对了我想起来 我还没有提亮眼下 用这两个珠光的提亮色混合一下 在眼头的这个位置清扫一下 卧产不用强调的太多 再用爱杜莎的这个睫毛膏 先把睫毛打底一遍 接着用这种小钢梳 把睫毛梳顺 再用到这种小镊子 我还没有尝试过 今天第一次 睫毛大概三到四根给它们粘在一起 打造那种一簇一簇的感觉 大概就是这样子 再用火机加热 牙签 把下睫毛压下来 依然是用睫毛定型之后 用小镊子给它一簇一簇捏到一起 再到腮红的部分 是和修容一起完成的 先用这个和肤色相近的颜色在颧骨最高的位置 轻轻向内扫做一个内收 你看这边脸就会更近来一些 然后呢再用红棕色 在苹果肌上方横着向上扫一些 连接眉骨修一下鼻子 这一步之后就可以整体的定妆了 整个妆面就会非常的干净 最后一步是口红 大概涂一下之后把它抿开 用到这样的小棉签 因为我上唇比较薄 然后要一点一点这样向外晕开 用遮瑕把下唇的两边向内收 整个嘴唇就会更加薄满圆润一些 确认好了大概的唇型 再用口红叠加可以厚涂 颜色可以重一点 这是气场的关键 最后用指腹把整个边缘 稍微向外晕一点 就差不多完成了 虽然没有老师画的那么精致 但希望你们能从中 获取一些妆容的小技巧 记得点赞收藏关注我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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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